哎老张我给你说个好事哦 啥事 我们房子瑞迪装修好了 到时候我们在那边做活了 我们整个人在那里去休息 好个屁啊 你做得上麻烦的你晓得吧 麻烦的 说得麻烦的 你现在没看到那屋的东西啊 你舅舅他屋那个大表姐来了 说的要帮我们房子借的住几年 给他挖着配兜 这他的人不 我已经比赛了的 小山们大都夸夸身的 你咋给他说的呢 亲亲你到底我能咋说啥 我真是的等你回来给你丧量一会儿嘛 来老张 得和你们答应 我们哥儿 辛辛苦苦的买的房子 我们哥儿都还没有住的 你看又来了 我三张家不住的 找把咋说 你说 哎姐 喂 表弟 你媳妇那个手里我借房的这事吧 我那房子是新装修的 味儿可以这大的 哪怕住不得呦 哎呀 没点事老弟 我们能吃人吃到肉厚的 你这样能省点钱 我这点家全我都给你洗他 你看 那房子毕竟我爸妈他们也出钱的 我要给他们说 哎呀 还上了下点上老弟 那房子仙子边也是仙子 你上车你看你给我油纸给我 我手里手里我都搬进去 都是住个两三年吧 你还油纸出来 你要是整档我是姐的话 你这两天能找你 你这房子弄好 我一天带着袜子 再放在外面揍房子 一天也得不吵钱 等而以后 跑上好厉害大修了 也少不了你们家帮我的媳妇 那好 好 那好吧 姐 你说这房子上我都借给你住了 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小门 新奶奶 你说放上门 姐 姐夫最近买这个新车买 你说你们冷城里漏一部枪 这车伤还大 还费油是吧 嗯 四弟 你姐夫能不能车的信 他都不得了吧 活着能不能车 也不能盖着 也随便得开 姐 是这样的不 老长每天上下班 他也不放着 要不是把你的车 姐给我们开几天 好了 你那是想得起来 我的车的话七八万买 你没套机会 我跟人都没想着 我咋不能借给你呢 姐 你说你这七八万块钱的车子 你都稍不得借给你 你咋好意思 问人家借七十万块钱的房子住 那也咋了一样的 是吧 你网上不是说的吗 老婆跟车数不外借 对你还找不到吗 是的 我今儿再给你加一件 车子 房子 老婆 数不外借 谈不弃一如其妄 他两把口都散不散 散不散散两个碗 上海这种没得底下的人 就算九二天不反的 以后早晚有一天 开始会反的 一半算了 在对烈酒素中长 只能说说就是谎 自己的 gehства 长达 耳畔 子 乱 你们